大家好 眼看著新冠肺炎疫情 在美國越來越囂張 擴散的越來越快 勢力越來越龐大 那美國寶貝總統川普 他的思路跟言行舉止 似乎變得越來越奇怪 但是你再細細想想 好像也沒有那麼奇怪 好吧 今天我們就從 一則閃門故事來談起 已故的佛學作家 林青玄 他有一篇閃門 提到他養蟑螂的經驗 很有趣喔 這篇閃門的大意是說 有一天林青玄 他在家裡找到一個空的餅乾盒 這餅乾盒 大概裡面的餅乾都被小朋友給吃光了 那他發現 他打開餅乾盒之後 裡面有一隻蟑螂 有一隻小的蟑螂正在退殼 他很好奇 他就蹲下來看這個小蟑螂 退殼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他看到小蟑螂很努力的要破殼出來 他就覺得一種很盛潔的一種光輝喔 然後當小蟑螂破殼出來之後呢 全身灰白的 那他就覺得非常美麗 那他也決定要養這隻小蟑螂 那養著養著 那這隻小蟑螂呢 後來就變成了大蟑螂 變成一隻全身黑色的 我估計品種是德國的 叫德國蟑螂 那隨著這個蟑螂越來越大之後呢 他也變得越來越怎麼樣 鬼頭鬼腦 也就是說當人們啊 一靠近這個餅乾盒 或者這個光啊 照到這個餅乾盒裡面的時候呢 這被養的這個蟑螂呢 他就會顯得很不安 很緊張 在餅乾盒裡面到處在亂竄 後來林清雪呢 就覺得說 哎呀乾脆我就不養了 決定要放走他 那放走他的時候呢 這隻蟑螂呢 他一出來餅乾盒之後呢 頭也不回 就直接從桌子底下給鑽出去了 鑽到哪裡去呢 垃圾堆裡面去 換言之呢 這隻被養的很好的一個蟑螂呢 他也不會安於 待在一個沒有風吹日曬雨淋的一個餅乾盒裡面 過他安穩的生活 他最後還是順著他的本能啊 還是跑到垃圾堆裡面去討生活了 那這其實就有點像中國的一句古話 叫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 其實啊 用蟑螂來做比喻 其實讓人家心裡實在是有點 不是很舒服喔 聽起來就覺得好像 浑身發癢那種感覺喔 但是啦 川普他在面對疫情的時候 他的一些所作所為啊 其實就有點像林青玄筆下的那隻蟑螂一樣 他就展現著他一貫的與生俱來的一種個性跟天性跟本能 三月底的時候呢 他有一次在面對新冠肺炎的疫情的一個記者會上面 他怎麼說呢 他說啊 美國的這個疫情啊 會很慘 會慘到什麼地步呢 會最後會死掉220萬人 但是如果你控制的好的話呢 他可以把死亡人數 控制在10萬到24萬之間 那如果死了10萬人 哇那就是好棒棒 Good job 他這樣說 他把這個死亡數字 就是最慘的數字 往上提 然後再往下修 就會顯現他的厲害 這種手法呢 其實啊 在他1987年出版的一本書叫 川普交易的藝術 這本書裡面呢 其實也有提到類似的手法 這裡面有一句話是這樣講的 他說 做最壞的打算 忍受最糟的一種情況 好事 就會來找你 事實上呢 以美國這種很糟糕的一種 防疫的一種這種方式 跟措施 跟政策呢 不要說10萬人啊 其實死個五六萬人啊 都已經令人乏指了 那沒想到川普還把死10萬人 當場好像還不錯的一種政績 實在是很令人無語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說 你既然說 最慘的時候會死到220萬人 那如果最後死到219萬人 那就是你最好的一個政績 那你就是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 那你這樣想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可是你再想想奇怪嗎 好像也不奇怪 因為這就是川普他一貫的個性 跟他的本能吧 應該這麼說 那在他這本書裡面呢 還有一段話是這樣講 他說 我永遠不會太過局限在一個交易 或一種途徑 配合著了解你所在的市場 才能打到對方的痛處 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 記得在兩三年前打得轟轟烈烈的 中美貿易戰啊 一直到去年底的時候 已經慢慢緩和下來了 雖然中國並沒有很強 但是美國也似乎有在服軟的趨勢了 那在去年底 到今年初開始1月的時候 中國疫情起來之後呢 川普美國總統川普 他又借著這個中國的疫情起來之後呢 那就順水推舟 然後就要聯合 他要甩鍋中國 他要聯合世界其他國家 向中國求償 有點像開闢另外一個賬場 那感覺上 是不是就是他裡面這一句話 說不不侷限在一個交易或一種途徑 那他在這個跟中國的一個金錢戰爭裡面呢 他在貿易戰爭這邊呢 他已經沒有什麼戲可以唱了 於是呢 他就換一個戰場轉到什麼地方呢 就轉到疫情上面 等於換一種方式來向中國要錢 就是等於換另外一種方式 向中國要錢 那其實在科學家 都到現在還沒有得出結論的時候呢 我自己都 我都不敢說 這個疫情的起源 是來自中國 或不是來自中國 我沒有答案 可能是可能不是 但是對美國來講 也可能是可能不是 因為現在有新的講法是說 這個疫情的起源 根本就是來自美國 但不管怎麼樣 現在都還沒有定的情況之下 你前一陣子 川普他在一次白宮的一個簡報會上面 就大剌剌的講著說 這個就是Chinese Virus 他難道不就是要企圖轉移戰場嗎 就是企圖在對中國的金錢戰裡面呢 從貿易轉到哪裡 疫情上面 看來啊 這種誇張在下修另一批戰場 或浴室甩鍋的治國手段呢 與他做生意的方式啊 其實是同一個模式 當我們在看著那個被 看著那個被養得好好的一個蟑螂呢 他最後仍然會憑著本人啊 轉到垃圾堆裡面去之後呢 大概也就不會太奇怪 太奇怪說 從商人變成總統的川普呢 當最需要他去折衝世界局勢的時候呢 他的一些言行顯得非常之奇怪 也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 不過呢看到蟑螂啊 如果你覺得很不爽 拿鞋子啊 啪一個把他給打死 但是針對面對 川普這樣子很奇怪的一個行徑 因為他是美國大國的一個總統 我們好像也莫可奈何 但是呢 人啊總是要往光明的方向去想 那我們對任何事情 還是有盼望嘛 就像現在疫情期間 那我們也很希望 早日結束封城 封國 早日開放嘛 我們當然都希望這樣子 那我們對川普也會有所攀光啊 好了他的書裡面呢 就在這本川普教育的藝術這本書裡面呢 還有一句話是這樣說 他說所謂手段啊 就是擁有別人想要的東西 或是別人需要的東西 最好的是呢 擁有別人不能缺少的東西 太棒了 這句話呢 很符合現狀 因為現在的美國的人民啊 因為他們的整個醫療制度很糟糕 防疫體系可能也有很多問題 那現在美國人民 以及世界人民最需要的是什麼呢 公平正義跟健康 公平正義跟健康 那如果 川普能夠按照他做生意的這種法則 來去治國的話呢 那我們真的很希望 他也能夠替美國人民 跟世界人民 爭取到現在我們最欠缺的公平正義 健康 今天我們聊到這個地方 如果對我們的節目內容感到興趣的話 別忘記請記得按訂閱 點讚 謝謝 不託